从奇特的画作到奇特的头骨,许多遗迹都表明外星人可能存在过。 犹他州赛哥峡谷的洞穴壁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。 他用夸张的眼睛、触角和未来主义的技术,清晰地描绘出外星人的生命形式。 人们相信,这些生命形式来到地球是为了给世界带来生命、知识和秩序。 玛雅人巴加尔二史,在公元615年至683年期间,是帕伦克的统治者。 在他的统治期间,帕伦克作为一座拥有先进工厂、艺术、建筑和财富的城市蓬勃发展。 当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陵墓时,他们发现帕卡尔坐在一个太阳怪兽上,就像现代宇航员在太空旅行时一样。 而当科学家研究玛雅人使用的语言时,太阳怪兽似乎是一艘能够飞行的飞船。 1561年4月14号发行的一份中世纪木克报纸,描述了纽伦堡的太空之战。 在这篇文章中,报道人们看到数以百计的飞行十字架、球状物、星月形飞行器和三角形的快艇。 拉茨卡线是雕刻在地面上的巨型图案。 这些神秘的图案通常代表地球上的自然。 这些线条还描绘了一个被称为宇航员的人形人物,与称为灰色外星人的生物极其相似。 分布在玻利维亚废墟中的普玛彭古神庙有一种被精确切割的石头,它们具有完美的角度,使它们能够相互连接。 而这一技术一直等到标马旁库建成后的14000年才出现。 这暗示着可能有外星人参与了古代文明,并赋予人类文字技术。 巨石镇和金字塔是世界上公认的两大世界奇迹。 埃及金字塔大约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,它似乎是被刻在火星一块岩石上的古代象形文字。 所以,总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不明飞行物的着陆装置。 古代印第安人的建筑技术远远优于当时的所有文明,它们最伟大的建筑就是维甲亚纳加拉。 但同样无法解释的是,这个古老的文明如何能够建造出如此精确的建筑。 1928年,考古学家朱利奥·泰洛在秘鲁的帕拉卡斯头骨中发现了几个头部细长的人形头骨。 DNA测试显示,这些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印第安人。 如果这些不是外星人的头骨,很可能是人类和外星生命的杂交。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请记得点赞和分享。